還有帶禮物 什麼意思 這個是 你是換上打歌服嗎 有署名 專輯 恭喜… 謝謝… 大家好 這是我去年發行的創作EP 什麼 EP創作的 然後跟五月天師弟一起比賽 對…那個時候 因為以前就是還年輕的時候 大家會去參加一些 很多歌唱比賽 那時候就遇到他們的小師弟 然後比賽的時候還不小心就是 贏了人家 對 但是後來人家上小巨蛋 我就繼續當醫生 你當醫生以前就會唱歌了吧 對 以前小時候就喜歡唱歌 上小就喜歡唱 那個時候就想辦法發片或什麼 但那時候口袋比較淺 懂了 先賺錢 在當時還沒有找到唱片公司 願意幫他發片 你們這個年代要發片的時候 現在因為沒有人買唱片 對 所以他是要當一個歌手 他唱片只是一個跳板 你要跳過這個跳板 你才有商業價值 沒錯 自己可以投 也可以投資自己 這樣好了 先賺錢 我們本來想是跟他聊一聊 為什麼要這麼做 好不好 我們聽聽看 我們看是要 還是要 還是全職的做好醫生的工作 還是去 叫他好好在醫生的崗位上 對 我覺得雙重的身分也有一個好處 進可攻退可守 也不是 因為 因為我是屬於創作型的歌手 所以 我的創作靈感 大多來自於我的臨床的工作 對啊 親自修審 第三首就是 像我的EP叫臨床指引 其實臨床指引就是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很重要的規覽 我們都照著那個做SO 帶新手回家嗎 對 可是臨床指引 不是啦 臨床指引 對 可是我們下班之後 我們人生有沒有一個方向 可以給我們一個指引 所以 因此就有了這一張EP 好 我們先聽聽你的歌 好不好 帶來哪一首 別把愛情寫得太過美麗 好 來 歡迎 好 真的是 我在逛る 與歧視 就像學窩的遠近 你說愛情 就像 一場意外 它來的無聲無息 無法逃避 而現在 我才明白 愛情真的像愛將我掩埋 你的坦白 一流之外 所有天野蜜語瞬間敷了 別把愛情寫得太過美麗 兩人總好去不好散掙扎的 肆無忌憚 想你三個三個 一點一滴 怎麼放不去 給你大早的我的靈魂 一有時 隨風暖昏迴 好耶 掌聲會唱 會彈得很棒 聲音很好聽 然後這個歌 你是唱片裡面 也把這個放在裡面嗎 其實是一個靈感 那時候知道要來 想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有牽扯到 清泉的 有牽扯到版權的回收的問題 沒有… 什麼 你是故意這樣來一個 你是很能唱的 而且是你寫的歌 對 是創作的 對 然後你這創作的靈感 他剛剛一講 都是來自於他這個 醫病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是很難得的一種 靈感的走向 對不對 因為其實在看病人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病人的故事 會有家人的情緒 其實這些情緒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消化 所以透過創作的方式 把它寫進歌裡面 抒發一下 抒發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很不錯 目前是單身還是 現在單身 但是我禮拜六 過兩天要結婚了 恭喜… 原本還想問你 喜不喜歡外出 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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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在那裡 老婆在那裡 是… 未婚妻… 恭喜… 你好… 這個其實很特別的一種心情 當醫師 然後變成歌手的 也有張宏亮 也是牙醫 對不對 張宏亮也是 對 還有那個LA Boys裡面那個 對…他骨科 還有一個人特別要講的 羅大佑 對啊 大前輩 來… 來囉 他有這樣嗎 是這樣嗎 你看 羅大佑這一輩子寫過多少 筷子人口的好歌 對 所以OK 今天經過我們的認證 你可以 可以 謝謝 好不好 但是你偷 阿嬤的內褲背 這個就不可以 不是他… 真的不能提倡這個事情 憲哥讓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因為 我是家庭醫學科的 我們平常 家醫 對 除了在診所 很適合做直播 對 家醫學科 家醫 除了在診所工作以外 就是我還有到病人的家裡去看 有些出門不方便的 其中就有一位 失智的老奶奶 我一去家裡 他就很慌張說 醫生一生 你幫我解決一件事情 很嚴重 完蛋 他說 阿嬤是不是 哪裡不舒服 對… 說我有東西被偷 什麼東西 一般都是 失智老人家都是說財產被偷 對 他就說 我的內褲被偷 內褲 內褲沒了 他就想說 阿嬤你的內褲應該 沒有人要偷吧 應該還穿著 對啊 對 可是因為面對失智症的長者 我們都是不能夠去抵抗他 說順著他 我就跟他說阿嬤不用擔心 我一定幫你找到兇手 可能我認識 你就說阿嬤我幫你找回來了 然後你就把你自己的脫下來 阿嬤今天你會 一條給你 阿嬤不會送我 太瘋了 後來就跟他說我去警察局 然後就幫他解決這件事情 對 對 要跟著他一起往下演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的醫師 暖男 暖男醫師 將來也會是一個好老公 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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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憲哥 還大拇指 花獎成這樣 一定是 他這個音樂也當歌手 變成他還有粉絲 對 粉絲去掛你的好看診 他其實根本沒有病這樣是不是 其實粉絲也滿低調 就是說他都 不知道是假裝有病還是怎麼樣 我就來 然後看完我都很認真 那時候是看 當醫生的模式 因為看到你 就生病了 該不會太太也是你當年的患者 沒有 然後看完之後 他就要離開前才默默的說 醫生你唱歌好聽喔 加油 對 不錯 是很好的粉絲 對 這唱現場可以唱這麼好 相當不錯 很混 而且這麼晚 可以斜港 好不好 可以 繼續唱下去 謝謝 請坐 謝謝